又在考驗人性 這個是美國一家網路電視 在紐約展開了街頭實驗 工作人員上街乞討食物 都沒人理他 唯一的一位是街友 是遊民 願意跟他分享他身上僅有的食物 所以當這位工作人員離開之前 給了這名街友一些小費 他感動的哭了 紐約有沒有人情味 美國一家網路電視員工 上街頭展開社會實驗 你可不可以給我那一切嗎 我工作了 白衣服 我比我還要 第一次出擊就被拒絕 工作人員又嘗試 向另一位坐在路邊的男子討吃的 結果也碰了軟釘子 第三個實驗對象 更是直接又髒話 痛罵他一頓 我可以吃一頓一片嗎 我餓了 不不不 我餓了 你還要去哪裡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您問了三個陌生人 都碰了一鼻子灰 拍攝團隊後來給了一位街友披薩 再派出另一位員工 假扮成街友 向他要點吃的 想看看他會有什麼反應 我真的很餓 這裡很困難 你還有一塊塊嗎 你肯定嗎 你不想嗎 我感謝 街友毫不猶豫 與陌生人分享珍貴的食物 這名工作人員離開前 給了街友一些小費 更讓他感動到哭了出來 影片上傳後引發兩極看法 有人感嘆街友知道飢餓的苦 因此更不利於分享 但也有人認為 實驗是在利用街友 無論如何 影片成功引起話題 也喚起外界 對弱勢民眾的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運呢 報告 貫通 記者維運呢